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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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若不忘 心已羞附悔 阴 此争法不能忘 一层供养竹如蓝 怎能欢喜心此事 而朝鞋带即斜剑 难心无赖未描发 譬如茫人哼出碗 不能开刀 谈你 那现在发一本这个给各位 我们现在印了小小本 你看 够样的 青菜贴就贴出来了 不然印小本 你都会贴掉掉 而且又白化 看得很容易 请大家翻到第二十页 就讲几个重点 虽然它很简单 我老实说 我在宜蘭真想讲闽南语 我说台语拦 但是摄影机拍得我 我就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的直播电视 在海外 特别大陆 包括纽西兰 他们都在看 所以 而且他们看 马上有反应 所以我现在讲什么 马上他们就传过来了 师傅要干嘛 师傅要干嘛 顺便大家随喜 今天四月初八 我们在世界各地做了很多很多的善根功德 在马来西亚救了一两百只 超过大蟒蛇 四脚蛇 土生的乌龟 他们的土生的乌龟很可怜的 抓到以后土人就给它拼给来 三个石头起火 让它慢慢慢慢慢慢 慢慢烤慢慢烤到熟了 再把它剖开这样吃 这是他们的吃法 所以对他们来讲死得很痛苦 在绵南 就要被杀的猴子 大蝙蝠 所以 在新加坡 在印尼 在很多地方 我们都想尽办法 今天在台湾 也请他们救了很多鱼 各种的雾命 也希望他们到处 都广修功德 帮助老人 印经典 如何如何 昨天我提早来罗东 希望大家也帮忙 我们在罗东 转运站 开了一个慈悲基金会 希望大家去慈悲慈悲 好不好 这慈悲基金会不是要募款 要募慈悲 关心老人 关心社会 要募慈悲 他前面有个大空地 他说那几十年 人买不起来 那几十年才 才处理的 正好养蚯蚓 对不对 对土地没伤害 放一个蟋蟀 这么大的土地 偶偶做做小烟共 在门口 要摆很多免费的结缘品 这个是法材 这个是开车不太浪的 一律免费 然后法师多念甘露水 你如果打烟你就拿去喝 你如果不打烟 随缘 反正我们尽量送 到处 学佛 要到处跟人家结缘 我们没办法像释迦摩尼佛一样 用血肉跟众生结缘 我们用一点小小的福报 跟众生结缘 用水 用素食 所以今天他们中午有菩萨 来帮我们炸那个什么 杏鲍菇 好吃吗 我很喜欢吃 但是 火气不行 我竟然要功苦 没吃也破 要忍 要忍耐 所以 为了众生 什么都要忍 所以 但是想尽办法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 如果是住在罗东宜兰的人 为了宜兰罗东的佛教 大家多一点动力 好不好 不要死气沉沉 这样 父教都流去 最好我们马上成立一个 宜兰佛教青年会 专门唱歌跳舞 对不对 专门穿着飘飘亮亮去车站 发传单 就像发这样一本 如何发财 如何避孕 如何堕胎 如何超度堕胎 但是你要以他们作敏感的 堕胎 哎呦 窩毛堕胎 我不能怀孕 这个是他们年轻人 现在最关心的 那从这个里面 去谈佛法 如何发财 如何漂亮 但是要大家很积极啊 到人多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 因为人多的地方 你才会 你要去解决十个人的事情 你就会开发十种智慧 像基尔的这句话 你如果 你很懒得用脑筋的人 而且是利益众生的脑筋 你这个人越笨 是因为你不替别人想 这个人越有智慧 是因为你一直替别人想 这样知道吗 但是聪明的老板是很自私的 那个没用 那种老筋 我会不好处理的 因为他天天在四季前 那你的脑筋就 我从我爸爸身上一看到 我怕死 我爸爸实在是太 老鹰的智慧 我常常这样讲 老鹰的眼睛 太厉害了 因为他是专门在搞生意的 这一套用在我们儿子身上 点得紧紧紧 但是这也是我 我修行的一个助言 没有我老爸这么厉害啊 我不会很多事情这么维系 样样维系 这个佛像要这样摆 好不好看 本来是摆这个 旁边摆一朵花 很孤单 很孤单 我想说 这个要摆一个佛塔或佛像 哇 我们舍拉切的中小学副校长 刚好要送我这一尊 刚好拆的 那这样看起来就庄严 而且要高 比我高才行 本来放在桌上 不能比我低 我教各位的是 就是 就像一个女人穿衣服 从头发 髮夹 衣服内衣到袜子 鞋子要配整套的 这个叫佛法的缘起 你要配的刚刚好 那如果你哪里有障碍 那就是你的烦恼习气 哪里有障碍 你就障碍你那个地方 所以你要 学佛要有这个无量心 然后有 接受众生的无量烦恼 不然你没有接受众生的烦恼 会解决 你就没有无量的智慧 但是你有智慧 你没有无量心 你只想关心这批人 不想关心这批人 那对你也没用 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道教 凡是所有人类想要离苦的 那你都要去参与 就像今天我们在福德庙那边 共万灯 五千灯 五千水 在那边遇佛 我首先跑去找福德正神 多谢利用 跟他拜 阿弥陀佛 给你共用 土地共欢喜 遇佛就没问题 佛不会生气 那土地共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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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拜佛而看不起神 千万不要学佛而看不起人 所以佛不会害你 人会害你 所以那你要处理人的问题 众生的问题 这些鬼道 要么你让他快速成佛 要么让他快速成魔 伤害你 要看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如果排斥他 对他不慈悲 他就很快变魔 障碍 你的心态 用佛的心态 他很快成为一个佛教的护持帮助你 所以佛魔一念间 这个一念间是你自己 你要转变你自己 所以意思是说 活在这个世界上 各位不要求平安 世间人是在求平安 求平安就浪费生命了解吗 你一平安的生命就浪费了 为什么要爬山才有意义 干脆坐电梯下来说 那还有意义 就爬山对你的生命体力 心态才有帮助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怕困难 千万不要保护自己 你现在你这个事情做得很圆满 反而百分之九十九 快成功了 一下就要做董事长了 换掉 马上要从别的地方 从小地开始做 我是这样被训练出来 我爸爸 我师父两个居然同一个思想 要我做到顶部 然后要叫我从零开始 做到顶部从零开始 对我帮助非常大 因为你不想要 不让你去占有 因为一个人得到了傲慢 就完蛋了 所以各位要从零开始 我昨天去罗东 这个我们新的基金会 我就想说 这边不知道有没有人 要来发心 就住在里面 从一个变成五个 十个 然后从一个中心变两个中心 我们不是要扩大 是要扩大对社会的关怀 承担社会的责任 老人变成我们的责任 病人变成我们的责任 往生者变我们的责任 穷人变我们的责任 他没有学佛变成我们的责任 就像今天会长讲了 愿会长满愿 愿今天的 把北部塞卡推广到整个校园 好不好 感谢会长 每一个校园 由小学生来替爸爸妈妈洗脚 这个教育的目标 找到了 服务爱 孝顺 而不是读书 让他能够比玩手机还快乐的 一个阿姆洗脚 比外面去找女人的快乐是什么 去照顾老人 一个男人 好色好色 当他去照顾老人的时候 他不需要女色 佛教很特殊 当你去慈悲的时候 你烦恼就没有了 不用消除烦恼 就像我戒烟 我抽烟戒不掉 怎么戒也戒不掉 但我为我妈妈发愿吃素 奇怪 烟饮一滴也没有 连戒也不用戒 饮也没有 我终于了解 当佛陀身体被扒的时候 痛到极点最后就不痛 为什么 他的悲心强过他也痛 他还是有痛 只是他痛到顶点马上就不痛 这个顶点都正如空性了 所以你不断的去慈悲 你就可以超越你所有的痛苦 但是如果你停下来 那这些痛苦就慢慢找你 你每天跑的打针吃药看医生 如果你去慈悲 每天忙的度众生 这样 你要学哪条路 所以佛陀说不恶路 不恶法门 唯有慈悲 无我的慈悲 冲到顶 成佛 成佛以后大慈大悲 就一直轮回 直到这个世界 没有众生再轮回 通通成佛了 不能停 这叫精进波罗蜜 这里面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个性 或我想要休息一下 任何地方都是我们慈悲的地方 而不是我选择这样才慈悲 那样子不慈悲 这个才是佛法 那个不是佛法 所以很多人跑到国外再跑回来 浪费时间 所以你除非要去慈悲的 如果你为自己 我要去拿个博士 我要去拿个什么 回来都浪费 我的同学也是这样 慈悲就在你左右 父母再不远离 哪里没有慈悲的地方 我们修行就是要慈悲 不是读书才是慈悲 不是修哪一个派才是慈悲 你如果舍弃了你周围的慈悲 你要去追求你喜欢的法 那你又离开佛法 醋皮 戒皮啊 大街 小巷 一条河里面都有我们慈悲的地方 慈悲不完 但是你定下慈悲的方针 其他随缘 叫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 别人安排你去做什么 你就去做什么 因为呢 那个都有因有缘的 就像我刚刚吃饭的时候 还没有吃饱的想 我就跟大家法师说 等一下吃饱我们到隔壁去 我现在一想起来 隔壁那个人一定坐过我吗 不然他就等着我给他上皈依 他有一个动力 就把你拉到过去 拉到过去 而且让你听到他要皈依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我原来这个都被安排好的 但是 所以各位要这样 就是说 你觉心慈悲 那是护法神 那是你的直觉能力 智慧就会跑出来 他有一个力量 引导你走路对的 你才知道 哇 法力不可思议 佛24小时分分秒秒都在 都在引导你 他不会舍弃你 但是如果你又用你的烦恼习气 的想法的时候 是你把佛这道门关起来了 你不跟佛沟通 所以有人在问我说 是有人的当机那么厉害 你出家那么久都不会通 当机清菜也比你更厉害 我说那你这你就不了解了 因为我们学佛这个通 是心跟佛通 心跟净土通 引导你的心像法 像智慧慈悲 但是世间的通 那 那